至于政府宣布再次收紧防疫措施的详程 就有谢卿仪报道 林郑月娥认用 新一波疫情严峻 更加棘手 必须再次收紧措施 包括强制市民 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 行政会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政府早前已经强制 要求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要戴口罩 为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元 政府说措施生效以来 有40宗不遵从的个案 没有任何检控 另外星期一起 公务员会回到3月在家工作的安排 只会提供紧急和必需服务 大部分柜台服务会暂停 先维持一个礼拜 去到7月26日 每一次我们再走一步 当然是看了形势 不是等于上一步走得少或者走得错 而是要不断检视情况来进行 我亦都难保再过一段时间 如果情况仍然是一直恶化 我们还会出招 你说出招到什么地步 就可以是禁足令 大家不准出街 食事方面 晚市没得堂食的安排 原先去到礼拜三 措施会延长多7天 其他12类处所的管制 都一样是延长7天 我们曾经考虑过禁止堂食 双生延到早餐和午餐 但是经过我们反复研究 觉得这个和香港市民 一般的日常生活 有太大的落差 因为事实上很多香港市民 都是在外面吃饭的 如果连这些都禁止了 对他们的影响太大 这次已经是政府一个月内 第二次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林郑月娥说 理解市民抗疫疲劳 希望大家为了抗疫 继续忍耐 又再次呼吁业主 尤其是旅游 餐饮和零售业等 和租客共度时间 考虑一下减租 让租客吐气 有线电视记者 借轻易报道 为应付急增个案 政府宣布会在短期内 启用里缘门度假村和家博 做社区隔离设施 并预计足高湾的检疫中心单位 年底可以达至3500个 苏晓鑫报道 确诊个案不断上升 隔离设施就快爆满 政府宣布短期之内 会启动社区隔离设施 包括安排病征轻微 或者情况稳定的确诊者 入住里缘门社区隔离中心 预计会有300个单位 也会改装亚洲博览馆 被病征轻微的确诊者入住 最快下星期改装完成 到时会有多少个单位呢 政府说仍然在研究中 如果真的不幸 再有一间大型的安劳院舍 受到感染 需要我们搬走的长者 来到整间院清洁 而长者需要有隔离 也可以动用 为了应付下一波疫情 政府也会在竹高湾 加设多2,000个检疫单位 连同已经投入运作的800个单位 和9月落成的700个单位 目标在年底提供合共3,500个单位 不但填补我们现在可能的不足够 也都令香港较有能力 应付下一浪 因为现在的专家都认为 踏入冬季 可能这个疫情仍然会爆发 至于即将退役的晋阳村 政府说首阶段会在10月 交回部分单位给准住户 会视乎疫情 再检视第二阶段的安排 有线电视记者苏晓英报道